救護車風效而來 衛福部台東醫院接獲離島民眾 急需後送的通知 在最短時間必須抵達空勤總隊駐守機場 準備登機前往離島進行救護 在醫療單位準備同時 拍出在豐年機場空勤總隊待命機組員 爭取黃金救援時間 進行直升機各項檢測與升空準備 我們直徑的勤務大概有空中的救難 舊物以及運輸以及海岸的徵詢 編號UH萬一許為空勤總隊現役直升機 從1960年生產至今 機零超過50年 屬於單旋翼帶尾獎的基本設計 當地面待機時 除了主旋翼之外 尾翼高速運轉的情況下 瞬間會產生側向強大吸力 在護理人員順利登機前 隨時都必須面對突如其來的強風 可能造成旋翼面受風偏轉 而無法預知會發生什麼情況的險境 其實我們當我接到這段電話的時候 心情真的是很不安 因為對我們來講 每一個旅程都是一些驚險萬分 未來的時間 最正時是有關的 尾翼和宇宙星公路 在對方中心中 有個旅程中 尾翼大士的旅遊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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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画面对民众而言并不是很陌生 在救援团队顺利救护民众生命的背后 常常冒着危险在各种环境下执行任务 那我们会尽量以我们的专业 以我们的招呼技巧 让病人从这个空中后送的这个阶段 我们来提供我们最好的服务品质 让他平安地迪达到我们台东后先 我们的医疗医院院说 动员近7个以上的标准人力 为了将病患送回台东 顺利接受妥善医疗照护 他们是全天候待命的一线执行人员 同时也是默默守护生命的无名英雄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报导